粉色梅花绽放在蓝天白云颤抖之下 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画面 白色梅花清香扑比而来 充满层次美感令人流连忘返 台中武林农场近期梅花花季来临 三千多株的梅花陆续绽放 有红色 粉红色 白色 三种浪漫色系美景如画 要来好好的欣赏梅花 那真的来看之后 我觉得梅花很安静 很沉静 这里就是我的后花园 我常常来 不管是什么季节 樱花啦 还有梅花 还有或是那个紫藤花 许多游客为了梅花特地前来 农历春节倒数武林农场梅花 已经开了五成 花期持续到元月底 农场预估最美的赏花期 会是在一月底 民众也得把握一年一度的梅花季 换个地点 云林林内一带 一整片粉红香尖的花朵 路过民众都忍不住提留牌照 环境都也是折换人类 上海是一个比较瘦 比较凉 所以它今年温暖的就绽放的 我觉得很漂亮 波斯菊花盛开 缤纷绽放 原来这一区农地正值休耕期 农民配合公所种植波斯菊花 美丽花矿形成建层花毯 吸人眼球 记者林世新王百英 台中远离采访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感谢观看